那卡丽斯塔放出来了 这个英雄在IG本赛季还没有选过 但是他们的卡丽斯塔是因为一直被搬 所以没选过 在上赛季的时候 卡丽斯塔跟列纳塔的这个组合 是他们的绝活之一 主要辅助选啥呢 现在看看小明怎么理解 机器人是可以的 就是硬拼机器人 因为打列纳塔机器人是非常好的 但是就是比较吃手法 对吧 就是比较吃手法 所以机器人就是一个一百能的英雄 对啊 就是领核游戏这叫 要么全都带走 要么一无所有 你要等一下自己的双人组双人机 第一勾直接勾到了 那这样可以来了呀 可以来了呀 这一勾直接来了 不多说 真直接来了 先装一下傻 装一下傻 就杀辅助 小微不用教技能 等卫克闪 往前站等卫克闪 你不是闪 那你死吧 再勾 又勾到了 康圆主要这一锅中路 miss了 有点明显 想来按吧 闪现弓 闪现弓没勾到 呃 尝试一下 还要按吗 在旁边小微一个Q技能 想天马红龙 锁了一下 但是对方毕竟是一个滑板鞋啊 这么按啊 台闪 过长墙 灵光披风 扭了一万个技能 但是钩子距离不够了 要打吗 沙皇闪现 推 推到了 Q闪输了 但是没关系 回来大招吸到了 打出了魏的一个闪现 这一波有点小乌龙 说实话 这个Q闪空了 林伟祥和小明再一次是换线 而Brice已经先来到了下路补线 这也是得益于上路推线的优势 上路先回先换 有没有神勾 插眼勾 勾到一个瑞尔 直接给成功秒了 没问题 已经是死人一个了 现在及时救难救不回来 小安这边划一套 反身是杀掉了另一边的打野 出雪明的 应该不是了吧 应该不是吧 感觉还是新鲜巨手扎实一点 对吧 有一次机器人很喜欢出雪明 最开始更新完机器人胜率高 就是因为都出雪明了 而且后续还有人给拉扯住 人抢过去 就让机器人占位置就行了 这个先锋也算是起到了很重要的吸引注意力的作用 依靠钉住钩 这一下就走不了了 QRE空中是动弹不得 来看看RNG这边哦 想先开建模吗 留不住 那这样机器人又要过去把下面那个C型草 勾到了 勾到天真 天真顺势进场开团 开机器人 这一次就是出勾勾到瑞尔 这边没队友了 而且这个蓝还被左边给抢到了 那这样 ID 可以先动龙 但是对于RNG来说他们还要看吗 4打5这一波 建模找到小安了 QR 伤害非常高 大面先开出来 恶意收购加上秘密的召唤是一起摁的 建模非常脆 因为这个终结是被Wisecam吃下来 但是就总在关键时刻就 就没感觉了 就没感觉了你知道吗 便秘也是这样 就关键时刻就没感觉了 就RNG也是打着打着 突然有一波就没感觉了 然后没感觉之后就 不对了 就一直被对面找机会 主要这赛季出现了太多局这种 其实这波也是 感觉少了一个人 然后也没任何视野 要不然就动龙 对不对 你要不然你就下来 你动龙嘛 你要不然就是你跟G型山一起 而且右边这个阵容 他的持续伤害来源就是在这个建模 有眼看到了 大果子绕扣 直接带机器人 机器人这边有闪现 没带过墙 那机器人可以闪 勾 又是天真 秒不掉了已经 天真可以第一时间触发自己的余阵 对的 侧面有绕扣 尼扣进场 卡丽斯塔直接被秒了 好进场 但是正面天真也看到三个人 这一次只能看宽翼的输出了 宽翼输出还挺高的 但是建模两刀直接劈死了一个烈纳塔 直接进宽翼的身 宽翼有一个推 推走了建模之后 跟队友可以拉开 刚刚是来自汤圆的闪现进场 做住了小安 狗到了 好勾 但是回桑体比较肉 能杀掉吗 YSGAME开W 还在龙口里一比 宽翼里面被打出一个秒表 交出闪现之后 命运的呼唤撞飞了两个人 铁腕键和拉回了建模 上一波因为没资源把技能全交了 这一波打团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打 对于RNG来说 虽然机器人有勾 但这一勾被YSGAME大步持人给躲掉了 还想继续打龙 回家的是一个有TP的沙皇 龙这边被打到了一个8000血 但是他们毕竟是少一个人的 哎 沙皇被偷了 但是没有偷死 沙皇反而是一个回线票 飘到了队友身边 他决定不回了 跟队友先把这个龙吃了 RNG看了半天 让翔哥试一下 试不了 毕竟有卡丽斯塔 有卡丽斯塔 然后再加天真的神剑 是 你看是不是就很难受 就上一波打没问题 但是打完没技能了 这波龙还是掉了 转身小维刚 尝试Q闪 Q闪中必死 我也毕竟是主Q的嘛 伤害很高 过来一个天真 要勾吗 不想勾这个瑞尔啦 每次勾瑞尔情况都不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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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是 无事发生 但侧边 还好 还好没拉回去 对的 没拉回去 两边还是围绕这个龙坑哦 埃迹想直接打 这个时候埃迹是 直接选择B鲁 小维在绕了 小维在绕了 机器人一勾已经勾完了 埃迹这边打龙速度还可以哦 卡丽斯塔毕竟有三件套 而且他们是不会被拼成的 他们有卡丽斯塔加承接的组合 1800左右的斩杀线 但温克跟队友 不开了温克 你在哪里温克 哎 哎 收回来尸体保鲜 那撞出去还是会死啊这样 而且砸到了一个贾身身上 来看一下天真在这个位置 被盗斯给勾中 旁边 就是一个W技能 这一勾没勾到 沙皇飘进来 往前做了一点位移 之后用Q戳了一下小明 伤害也不够 卫在后面看着对面的四个人 一个Q过来直接锁杀黄 但是没有人跟伤害 瑞尔反身进场 卫这边还在拉扯 卫被麻毛直接拔死了 布瑞斯这个位置 A类到四十千七 也没有办法再追击了 而且下面的奎桑提单杀掉了中单 呃 你再看一下 就这波WINK 我觉得WINK是来开团的 就是他是想吃技能 然后假打龙真开团 然后他有大 但是距离太远没收到 嗯 但是后续我觉得到这儿 对吧兄弟 一开始进场的时候 游戏农米直接配到法面的天真 游戏农米这波直接把汤圆带走了 打得也足够好 把对方人给切割了 然后好巧不巧 第二轮勾过来卡丽斯塔伤害不够 虽然林伟祥把他秒了 但是 这个妮可搞偷天换日的是吧 这波 要来了要来了 汤圆 真得来了 憋了波大的这波 WINK位置不是特别好 第一时间汤圆开草苗 知道没被发现 正面要被开了 小微先打闪 小安这边收人带交闪 想要杀对面的打野 不是这边开大招 拉拳一下 来了 绕到了 伤害非常的高 第一时间想融化WINK 但是WINK这边其实就在躲住了 在游戏里面好能打 正面非常的打烊 WINK带进去 直接把后排全部绞住了 只剩下一个BREASE 哇那这样子的话 随着陷魔的冲击假调 沙皇临死以前的伤害也太高了 我们也恭喜IG哦 他们把自己的比分改写成了4-1 我们来做一个小刀 是学会训组 是小刀 我们来做什么事 我这总是来说 都还是交来 都还是有什么事 你 对